在街頭蒙面抗爭 戰戰兢兢躲避警察追捕宮崎 香港記錄電影《時代革命》 拍攝的是2019年 香港人為爭取民主自由 上街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過程 當我決定走出來 我已經撇除了其他的身份 抗爭者拿自己的身體當籌碼 奮不顧身和警察拨命 《時代革命》 親屬進入前線的勇武派 和後勤的合理肺抗爭者 以及在這場運動中各個小組 如何用一己之力進行《時代革命》 導演周冠威將不同抗爭者記錄下來 跟著大家衝上第一線 拍攝過程其實相當危險 大家走啊 我要喚起更多人去對抗這個無陽政府 陳百那件事 我又被防暴警察推撞到島地 現在你們知道或者在坊間裏面都找到很多的影像 記者都受到很明顯的攻擊 但是我慶幸我就 就沒至於都會令到我卻步了 會有擔心但是不會過分 因為有心理準備就繼續去了 自己做足一些防範 就是我有穿螢光衫 我有戴頭盔 我是一個以記者身分在現場拍攝的 我都不參與任何的哀嚎後 我還要在這裡記錄 即使受傷也不退縮 從來沒拍過紀錄片的周冠威 希望記錄香港發生的一切 讓外面的世界知道他的生長之地發生什麼事 最困難的就是最初的時候不知如何入手 因為這個運動很龐大 不是在一個廣場裡面發生了 我們的策略叫做Be Water 變成他們周圍走 這個都是拍攝上很困難的東西 加上我也資金不足 我沒有一個很龐大的 好像傳媒記者朋友 又有車 有很多不同的情報 周冠威為了電影努力尋找更多資金 才批行到多位攝影師進行拍攝 分頭記錄下抗爭活動的許多細節 他們都不是看錢 只是去到一段時間 他們給錢我的時候 都不是特別用一個投資的角度 剛才你所說的 都是希望成就這件事 這個紀錄片 周冠威拍攝《時代革命前》 就是電影十年中的自焚者 預言香港未來 也因為這部內容敏感 呼籲香港人衝破言論障礙的電影 讓他在拍攝《時代革命時》 可以獲得抗爭者的信任 最記得第一次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有個示威者罵我 就是為何拍我的樣子 為何拍我們 當時又不是電視台 我突然回應他就是我也是一個十年的導演 那麼他就說我看過我 好看他就繼續拍了 紀錄片裡面有大部分的人 也是我介紹給周冠威QE的 他最後就挑了七個 就是你們現在裡面 當中的五個就是現在紀錄片裡面的那些人 對 然後他們的理念也是一樣 我跟他們講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不想要變成別人說的狂言變成事實 周冠威周璇的取材 第一次拍紀錄片 就讓《時代革命》 在砍城鷹戰進行世界首映 還拿下第58件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 很開心 另一樣除了一份大禮物的感覺就是 就是將心頭大石放下 因為《康城》的公開就證明了 我已經將一套戲的版權 放了出去 我已經將所有的背景 給了出去外國 所以我香港我覺得 可以保護手足保護受訪者 我覺得我已經過了這一關了 香港人為了言論自由搏鬥的努力 被港府列為競片 周冠威期盼他記錄的港人奮鬥 有一天可以在自己的家鄉被看見 金新聞羅湘吳偉少陳志宇參謀報導 噢 diplomatic報告 對他的局勢